好奇心是可怕的 而且我觉得我每次都能把黑暗料理吃出新高度 看这个图片这么漂亮对不对 但是它不是这个蛋糕 而是蛋糕的base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dear 然后它这个好像是可以直接吃 不用烤过就可以直接吃的 然后我们吃 oh shit 这个蛋糕上为什么有一个洞 这是被被水好奇查一下手指嘛 shit我没打开验证 真是太糟糕了 那么我们试一下这个神奇的蛋糕底啊 哦尺寸还是挺大的 一碰就碎了 这东西到底能吃吗 真的是不用加热就可以吃的吗 怎么弄它呢 很神奇啊 买了个蛋糕底 这个蛋糕底两块钱 算了把暴力把撕开了 我靠这么甜 这估计是需要加热之后才能吃的吧 你找个勺啊 可以看到它 它这个地方 它这个仁儿弯一块下来特别的白 中间是这种白花花的 白花花的结构 这是这是生的吧 需要加热的吧 中间这个白的地方吃的像棉花糖啊 哇好甜的这个东西 就是那种非常甜的棉花糖口感 然后上面这个顶是个糖霜制品感觉 天哪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生产出来 好腻啊 我已经不行了 应该是三口之后啊 我就已经不行了 这个东西太腻了 又腻又甜 然后上下非常一致啊 上下都是这种底 这个就是 这个试吃的黑暗料理啊 这个水果蛋糕的底 我觉得应该 它这么甜 应该配一个东西来吃 我们又买了这个传说中的土豆沙拉 总是经典的这个土豆沙拉 来配这个蛋糕碟 我觉得还能稍微好一点 天哪 这这几口甜蛋糕底 我都已经感觉要心脏病 配这个土豆沙拉 这个酸很解那个甜 感觉一下就好起来了 所以我就想再吃一口啊 看看两个一起吃 会不会好一点 两个一起吃啊 稍稍好一点 所以说这个东西真的是要配 水果来吃的啊 可以看到热量是每100克1260千角啊 它蛋糕底里也是挺高的的 那么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未知小白与我互动 拜拜